欢迎收看关键开干 我是干哥 因为我上是天文下之地理 我能找凶手也能推理 我是家喻户晓的彭华干 赞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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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高兴跟各位云友又在云端相会了 豪门婚姻一向是美光灯注意的焦点 女艺人要是嫁进了豪门之后 她是不是从此飞上翅头坐凤凰 过着只限鸳鸯不限仙的生活呢 我们台湾的小蜜桃姐姐朱安宇 她跟大陆夫婿李慎言 最近竟然传出欠债600万人民币 而且好像人间蒸发的这样的消息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 还有如果你今天在路边看到一个 只有25公分的生物 你把它带回家抚养 却造成了悲剧性的结果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 另外大家知道 纳斯卡线是地球上除了麦田圈 巨石镇之外三大谜团之一 可是最近美国跟秘鲁的考古队 又发现了另外50副新的纳斯卡画作 难道这是外星人跟我们开玩笑 还是真正的上帝杰作呢 为您介绍来宾 黄敬平 盖哥好 大家平安 年姐 大家好 谢国安 盖哥好 大家好 好 讲到这个小蜜桃姐姐 我们真的是觉得有点可惜 为什么呢 因为她其实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艺人 而且她也是一个非常成功的餐厅老板娘 请不吝点赞订阅 年姐 为什么她跟李慎言之间 最近会发生像这样的事情 而且他们还提出了声明 结婚才五年 当年办那个婚礼是很盛大很盛大 而且小蜜桃嫁给大陆十亿富商 是 当时我们就说 她真的嫁对了嫁好了 而且还生了个小孩 对 好幸福 经常放散 我们看到她那个小孩 一对小孩 我们就觉得说太棒了 她真的是找到好的归宿 小蜜桃还在上海开亲子餐厅 感觉上夫妻生活非常美满 对不对 事业做得很好 但是最近的镜周刊就是说有人爆料 说这个李慎言欠债 欠很多钱 还被银行冻结 银行存款被大门冻结了 十亿富豪 甚至于说她已经人间蒸发了 走不到人 对 所以到底怎么一回事 那消息出来之后 大家就疯狂的去找专语 就是找小蜜桃姐姐说 怎么一回事 你们闹婚变了吗 你老公失踪了吗 那你怎么办 你跟小孩怎么办 每个人都觉得说替他揪心 是啊 台湾观众一定很紧张对不对 但是你知道吗 这个周刊他们有拿出证据来 很证据 他有一个上海法院的一个裁决书 人民法院 民事财地书 他们在2016年 17年的时候 李慎言的日本餐厅 在上海开的 确实有面临了一个财务危机 当时欠下了400万 后来加上了利息变成500万人民币了 可是他当下没有还 甚至于他去用银行周转在借钱 借钱瞒着股东 所以当股东 股东是说到这个银行 吹脚书寄到餐厅来 股东才知道说 我们这些人有去跟银行借这么多钱 我们不知道 可能是像类似设定抵押之类的那种东西 而且跟银行借钱的保证人 还包括小蜜桃姐姐在里面 所以股东就反弹 你是说欠债的不是只有李慎言一个 连小蜜桃姐姐也有连带担保 对 所以当法院的这个裁决出来的时候 大家才知道说 原来事情还蛮严重的 那针对这个事情 其实李慎言有提出一个说明 就说针对那个事情 因为那时候那个餐厅 真的果真关掉了 那个高档餐厅关掉了 赔了当然赔了好几百万人民币 他就说其实这几天来了 这个各种黑寒满天飞的时候 是我人生最难过的时候 因为人家做生意没有说 我赚不赔的嘛 当然会有这些 那担保的事情不论怎么样 大家受惊了 我跟大家说对不起 我会承担起来 然后接下来呢 我会用我的方式去把这个还掉 这个日式餐厅也已经关门了 他做了一个声明 也就是说这个债啊 我会还的 我会还 你们大家不要担心 所以就说这个事情是 两年前的事情了 就说2017盼下来 今年2019的事情了 但是那这次呢 这次又发生了什么事情 为什么又有人爆这个料 日式餐厅已经关门了嘛 但是为什么说李慎言人间蒸发呢 到底为什么呢 而且人家还讲说 这个小蜜桃啊 没事就跑回来台湾了 跟他的闺蜜王兴玲 两个月出去 喝咖啡喝下午茶 小孩都带回来了 夫妻两个人形同分居 小孩都带回来这问题 形同分居 不单纯啊 好那这一次其实就是说 被爆料的时候 当下很多记者找到朱安宇的时候 他接到电话的时候你知道他怎么讲 一头雾水 我们家出了什么事情 我老公不见了 我不知道啊 我老公我老公 不在我身边是确实 但他做生意到处飞嘛 所以不知道他在哪里 当事人都不紧张 然后一堆粉丝紧张得要死 记者比他还要紧张 对所以他就说 我必须打电话去找我先生 看他现在到底在哪里 出了什么事情这样子 所以这个事情这样一闹 他就说夫妻两个人 是不是真的有问题啊 而且他常常回来台湾 到底为什么 那他为什么好好一个父太太 开个亲子餐厅也没赚多少钱嘛 对不对 何必这么辛苦呢 对 好他就讲啊 他说赶快 其实他在大概 大概几个钟头之内 有找到他老公了 OK 李善言又跑出来 他就说对不起 我没有人间蒸发 我在新疆 我在谈生意 然后我们夫妻很好 没有婚便 我也没有失踪 我们都没有婚便 我也没有闹失踪 我只是在忙 而且就说其实人生都会起起伏伏嘛 我太太是我最大的支柱 然后他又在讲啊 说这是他这一次的最新的声明 他说那个日本餐厅的时候欠是六百万人民币 两千七百万 当时是周转 而且他是讲说我们刚刚不是讲吗 他们的户头 包括小蜜桃跟他老公户头 曾经被冻结有几千万的这个资金嘛 他说那是因为那个卖房子的纠纷而被冻结 不是这个餐厅的是两回事 所以就扯出来还有一个房地产的纠纷 因为这次爆料就讲说 他们的两个人的户头被冻结啊 他就解释说被冻结 是因为那房地产的那个买卖的时候 确实有被冻结 被冻结了三天而已 就被解冻了 所以没有你们想象中的这么严重 而且非常生气 你知道吗 献客吴宗献还跳出来就说 你们怎么这样讲李慎言 他是我的partner 因为献客现在在卖果胶 他说他是我上海最大的合作商 一口气两千万的资金 就是一个月就定两千万 怎么会有危机呢 我跟你讲你们不要让他乱写 他会告诉你们 他的资金可以买下这个 十几个周刊都可以 你也想到这边我就要打个岔 因为我才刚刚跟这个献客路过瘾 他说怎么样呢 因为如果说我这个好朋友李慎言 他会欠钱的话 我跟你讲要欠也是欠个五亿十亿 而不是只欠个两千七百万 你说他会欠钱 我是绝对不相信的 OK 但是问题是不是只有李慎言跟小蜜桃 其实还是有很多银色夫妻 有你不为人知的内幕 真的比方说大家很多都觉得很羡慕 女明星怎么样呢 嫁入豪门 对不对 为什么呢 因为这证明一件事情 就是说人美 帅哥娶美女 富商娶美女 然后你得到了王子功夫 最后的幸福 OK 这种是不是很美好 对啊 干哥 对但是呢 我跟你讲干哥 常常有的时候 这个天有不测风雨 对 你可能当初以为你嫁入豪门 对 你已经过得很舒服的生活了 其实豪门每天都在烦恼 那个金流啊 对 进进出出啊 生意也有可能会垮掉 没错 健康也有可能出现损害 对不对 但是呢 我跟你讲 这个时候最能够看出什么呢 最能够看出什么 你娶对老婆还是嫁对老公 有没有 患难夫妻见真情 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这两个例子 这两个真的堪称我们 我觉得在演艺圈里面呢 真的让人家非常敬佩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现在赚钱 是为了家庭 对不对 可是当初嫁给他们的时候呢 都觉得说 你现在有了好的归宿 来看 第一个我要先介绍的是 我们昔日的女神徐若萱 Vivian Vivian真的是我们大家心目中觉得 人又漂亮 个性又好 对不对 他之前呢怎么样 突然这个回来这个接演 一个电影叫做红衣小女孩 对 人面语嘛 就红衣小女孩有外传 结果呢 一问片酬 以前徐若萱的片酬 80万起跳 对 女主角 还蛮贵的 没有 他跟你讲 这次我告诉你 三辈子 20万就好了 对 20万就接哦 自己砍价 大家觉得很开心 对不对 怎么会这样 为什么 他就说 我跟你讲 生命总是有一些事情 我们要自己 那个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OK 因为你看 徐伟你之前演的前两集 都入围金马奖 我也要有代表作 所以我愿意降价演出 而且这也不是我第一次降价 我以前演赛德克巴莱的时候 我也降过价 哦 这个台片上的话 听起来还不错 对不对 但是其实呢 大家再去问内幕 发现一件事情 怎么了 哎呀 他老公 生意出了问题了 他老公 李云峰 你知道李云峰的来头有多大吗 马可波罗集团了 开玩笑 你后面少两个字叫海业 马可波罗海业集团 在新加坡有多大 超级大 请问海业有什么差别呢 就是航运界大亨 哦 原来是航运界 人帅年轻多金 对不对 结果呢 徐若萱嫁给他 后来生了一个儿子 大家都觉得哇很可爱 对不对 因为徐若萱安胎安了143年 他算高龄产妇嘛 结果好景不长 为什么呢 生意出问题了 因为国际油价下跌 李云峰的马可波罗海业公司呢 一口气亏了55亿美元 这我 国安 我们真的觉得说像这种富豪之家 有时候在计算机之间 财富是这样进来 但是也有可能就这样给流失掉 对 每天都要提心吊胆 但你知道这个时候 娶到一个好老婆就很重要了 对 徐若萱如果 老婆能不能体谅他 如果他今天很现实 他大可说以后我自己赚就好了 拜拜 对不对 然后让他一个人陷入那种难过的深渊 不是 他后来复出拍戏 开始接广告 你开始在什么 基金广告啦 补品广告啦 什么各方面 都看得到徐若萱 曝光度突然变得很高 而且呢 价码都比以前低 就传出 为了要帮老公还债 所以呢做这样的事情 对 当然徐若萱台面上都是否认的 但是他确实呢 他都说他只要一有空 他就飞回新加坡 你知道他们的感情有多好吗 他晚上的时候 比如说李云峰回到家 心情不好的时候 他会煮菜给他吃 然后呢 断杯咖啡 然后陪着老公聊天 徐若萱会自己下厨 对啊 他就为李云峰其实做了很多事情 结果呢 我真的觉得好人有好报 为什么呢 李云峰曾经一度大决定 你大概起不来了 五十几亿 后来就趴了吧 他又找到了银行团重新投资 然后重组 把他企业重组过 后来还了六十六亿 整个这个算是债务归零 债务结清 全部结清 所以有个好老婆在后面支撑你 很重要 对不对 像徐若萱最近也是那个 学业也有成 就是那个硕士也毕业了 在实行大学 那所以呢 大家都觉得说 Vivian真的是我们这个帮夫的典范 对不对 但演艺圈除了像Vivian这样子 就是对老公不离不及的 还有一对 还有一对 刘涛 看到他想到谁 有没有看过军师联盟 军师联盟 有没有 芈月传也有 芈月传也有 狼牙把 狼牙把 真的是 他很多戏都快 这张像不像宋慧桥 很像 太像了 刘涛真的是美女中的美女 而且又知性美 大家看军师联盟的时候 就会觉得说 有没有 跟司马懿的那种情感 演得丝丝入口 对 很多人都被他圈粉了 对不对 其实呢 他之前 已经宣布过退出演艺圈 后来又付出 他已经退隐了是不是 他之前宣布退隐 为什么 因为嫁了这个人 这个人叫王柯 对王柯 王柯看起来也很帅 对不对 你知道王柯多大来头吗 多大 对他跟汪小飞 以前有一个绰号 叫金城四少 里面的其中一份 这个传说中的金城四少 他们就其中两个就对了 对对 就是很有钱就对 那你知道吗 汪小飞跟大S结婚的时候 47天闪电结婚 他们更快 20天 看 认识到交往 到结婚 这个只有拉小手的阶段而已吧 对很迅速 他说他们这个 每天都在聊天 你是我灵魂的伴侣 各方面都很合 这个王柯说 他当时看到刘涛的时候 就觉得就是你了 就是你 梦中情人 百分百的女孩 所以两个人就结婚 刘涛呢 就在结婚那天宣布 我要退出演艺圈 吸引了 对吸引了 当时大家都给予祝福 对 都觉得说 哇 嫁老公真好 每天坐名车 少奶奶 真是过这种生活 对啊 结果 好景不长 事业垮台了 又垮了 对王柯整个事业垮台 结果你知道 这对夫妻感情好到什么程度 你知道吗 刘涛呢 其实那个时候呢 就是像王柯 在事业垮台的时候 他就开始 有点滥用药物的问题 就是每天很消沉嘛 这是最大的机会 对 为什么呢 成功伤人最大机会 因为他怕自己再起不能 他也不知道 明天到来 因为负债实在太多了 对 刘涛说 没有关系 老公 对 我陪你一起走出来 他就真的一步一脚移 每天陪着王柯 真的不离不弃 完全不离不弃 而且呢 重点是呢 因为这个 他就扶着 让王柯 从一个很消沉的人 慢慢慢慢 又回到原来 那个开朗的他 而且最重要的是呢 王柯生意虽然垮台 后来没办法给刘涛锦衣玉食 刘涛说 没关系 老公 我来帮你赚 我自己赚 马上 那个退出演艺圈不算了 我来赚 刘涛虽然暂时退休 但是他在这个 就是说大陆市场 他还是一线的女演员 所以后来复出拍戏 就拍了很多 又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剧 对不对 所以 他就没关系 老公 我虽然现在没有办法 再过以前少奶奶的生活 但是我来赚就好了 现在变成王柯 刘涛拍戏拍得很晚的时候 开车开到剧组 等老婆下班 然后再带老婆去吃饭 所以现在变成好男人 两个感觉角色有点点颠倒过来 但是 这个刘涛说过一句 让大家很感动 因为他们上了一个节目 对不对 然后王柯就说 就说给了他一个 他过世的外婆 一个妇科版的戒指 让刘涛当场掉下眼泪 因为这个刘涛最喜欢 然后最在意的人 亲人就是他外婆 就是外婆 对可是已经过世了 他就曾经讲说 那如果我早点认识王柯 因为王柯当时很有钱 也许我外婆就不会走了 但是刘涛也讲过一句话 他说因为我们夫妻 是这样一路扶持上来的 所以刘涛相信 如果今天同样生意垮台 同样没有钱的事情 翻在我身上 对 我相信王柯也会一样这样对我 你就知道他们夫妻的感情 有好到一个可怕的程度 而且王柯自己都说 他说他现在看到刘涛 都还是像是刚刚在一起 那种热恋般的那种感觉 所以真的堪称演艺圈的模范夫妻 对 没错 像这个刘涛跟王柯这对夫妻 他们的故事真的非常感人 而且妻子帮他还了四亿这么多 所以大家就晓得 他们现在实在是非常恩爱 对 没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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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不会 对 没错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